27.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。我吓了一跳。但是我,马上回过神来。梦中苍白头发老头说的话,又立即浮现出来。你的这种能力很危险。我暂时把你的这种能力封锁住。你除非见到我,你才可以说起你这种能力的事情。哪怕是手心中有红色标志的人,你也绝对不能说,非常危险。你可能会因此而死,切记。我呆了一呆,我知道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 我的这个能力,除了陈锦强略之一二以外,再就是梦中老者,是我心中压箱底的绝对秘密。我在703监狱的时候,无数次地设想过,我怎么隐瞒这个问题。这种危急时刻,我也是集中生智。装傻充愣地说,我自己,也能和别人联系吗?其实,这只是加了一个麻字,但是意思就完全不同了。然后装作很不解地看着林朝风。林朝风也呆了呆,似乎回味了一下我刚才说的话, 才脸色转好。哈哈哈哈大笑了起来,怪我没听清楚。你不能用这个,主动和别人联系,必须使用一些其他的工具,这个标志只能接收。 我点点头,其实心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刚才林朝风的脸色变化,让我觉得我能够和其他太岁人联系的事情,真的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。连林朝风这么沉稳平静的人,都会反应如此巨大。 我突然觉得,让我在金门,由台湾去二局的一个主脑,带我加入神山,似乎并不是巧合,也不是委托。而是隐藏着更为惊人的秘密,这个秘密,也许和我能联系其他太岁人的能力有关。 我背心还是发凉,似乎我从一个漩涡,跳入了另外一个更加优深的漩涡中。我故意岔开话题,问道,我属于大陆区三局的成员。您是属于二局,有什么不同?林朝风说,是的。我并不直接给你安排任务。你必须回到大陆,由大陆区三局的主脑,给你发布任务指令。本来不应该由我完成引导你加入的工作。不过这里也是地理位置特殊,我也是勉为其难。 所幸,不是第一次这样做,还算没有出什么差错。三局是神山的情报部门,二局算是一个医疗部门吧?以后你自然会知道。我知道林朝风并不愿意把三局,二局这些部门的职能说得太清楚,因为无论如何,林朝风都不像是一个医疗部门的人。我倒认为,二局可能是专门培养我这种人的一个部门。不过我没有再声问下去,只是说了声,谢谢你了。 我回去大陆以后,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?林朝风哈哈一笑,到时只要你想,见面再容易不过。我说,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?林朝风起身坐到我身边,对我低声地讲了起来。 二个星期以后,我从台北出发,乘坐飞机到了香港,并从香港转到了大陆。同行的还有几个脸色很不好看,一言不发的人,一切的行为都是非常秘密的。 我被警告,不能随便说话,也不要妄想能够逃脱。在前一个星期,林朝风每天都会和我见面。我到台北,也是和林朝风同行。 不过,我并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台湾的世界,我所待的地方,以及出行的路线,都是非常偏僻的地方。 除了人的着装打扮,和说话方式,和大陆迥然不同以外,周边的一切,并没有太过特殊的地方。 林朝风和我在一起的时候,尽量地回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,但是有几条底线,是他绝对不会说得很清楚。 首先就是,神山这个组织,到底有什么目的?神山的组织结构如何?神山各个部门,从事什么性质的工作? 其次是他外界的身份,他在做什么性质的工作?最后是勾三的事情,以及密函中,到底写的什么? 不过可以确定的几点是,林朝风权力很大。所有我见到的,和他接触的人,几乎都是为马首是瞻。不敢对林朝风说,一个不字。 林朝风对我一直非常的客气,除了几条底线的东西不能谈以外,他回答我任何问题,都是十分诚恳和认真。 他并不知道我回大陆以后,将会面临什么。他只是,强调我回到大陆,很快就能获得信息。 一切按照信息指示,来行动就可以。 林朝风对自己是否是孙丽,徐德友的上级领导不置可否,只是对孙丽,好像微微显露出不满,估计和密函中的内容有关。 他对我得到孙丽的信任,表示过吃惊,也肯定了孙丽和徐德友特务的身份,对于徐德友曾经和我讲过的情报。 他表示了认同,并强调了,703监狱和徐德友情报中涉及的组织有直接关系。 703监狱的爆炸,的确是神山中国区干的,因为703监狱的存在,威胁到了神山中国区的存在。 通过和林朝风的交流,我至少明白了,神山这个组织,的确无孔不入。 他们渗透到任何一个部门,成员数量异常的庞大。 而且还有很多和我一样,尚未加入神山的人存在。 不过,神山中国区有直接的对手,一个是叶先生领导的A大队以及下属机构,这让我着实非常吃惊。 另一个是通道组织,各个分支按照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通道的方式命名。 相对而言,A大队还远远够不上威胁,基本对神山是一无所知。 不过通道组织就完全不同,A大队充其量就只是一个他们雇佣的打手。 而通道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和神山对抗,通道组织似乎最近让神山越来越感到威胁,所以才会对703监狱大动耽搁。 通道组织的实力也是不容小事,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能力,似乎是一种光的应用能力。 这可能也是让神山倍感头痛的一个地方,双方冲突过几次,谁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。 于是便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形成了三个组织之间古怪的平衡局面,703监狱就是这种平衡下的诞生的怪胎。 不过,随着703监狱的毁灭,大陆的几个势力之间的平衡开始打破,似乎混乱起来。 林朝风在讲到通道组织的时候,通常是面色凝重的, 但是每次所说都是有所保留,似乎并不想我一下子了解太多。 林朝风应该是在领我入门,进行了一些形式上教育,也就是让我心里有个底,以免出错。 当我重新回到大陆以后,看到熟悉的人群的打扮,以及满街白色的大字报和从车外传来的听的耳朵,声简了的口号, 我第一感觉就是,我过去半年的经历,好像我在什么地方曾经也同样经历过,如此如此的漫长的经历, 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刻,就被什么东西隔断了,再也不能前进一步,而进入到未来去了。 到了广州以后,同行的几个人被带走了两个,我和另外三个人在一个靠近机场的地方待了一个晚上, 直到第二天傍晚,才又和另外十几个同样是一言不发的人组成一对,上了一架飞机。 飞行了几个小时之后,飞机降落到了一个偏僻的机场,我们被带下飞机,三个人一组,分成了几辆汽车,又颠簸了几十分钟,才终于驶入了一个大院停了下来。 繁琐地登记手续之后,我和另外一个人被关进了一个摆放着两张床,条件不错的房间。 我的那个室友,是和我从台北一起飞回大陆的,一路同行,但是没有说过一句话,这个人至始至终眉头紧锁,一言不发,甚至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,不过这个人看起来却是有一种独特的气质,人也看上去非常精感。 我尝试着和他说话,但是总是被他冷冰冰地拒绝了,直到晚上重新点名吃了些食物之后,回到房间,他才悠悠地说了一句,我叫王连生,飞行员。 我连忙也自我介绍,你好你好,我叫赵亚军,以前是工人,后来是劳改犯,最后是叛逃犯。 王连生说,什么犯不犯的?有谁做错了呢?我真是不理解你,为什么自己给自己加上这么多罪名?我笑了笑,你在那边多久了? 王连生说,二年了,没想到,我居然又回来了,可笑啊可笑,我放弃一切,以为自己能够有新生活,结果还是回到原地。 我说,我也是,不过,回来了就回来了,也没有什么。 王连生还是悠悠地说,我们都只是棋子,我们只是作为物品被交换回来了,你不觉得很可悲吗?我说,我没有想这么多,我只是觉得倒霉。 王连生说,抱歉,我不该用我的标准来要求你。 我曾经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和家庭,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对,但是我还是选择逃到台湾去,你知道为什么吗? 我说,你不喜欢这边?王连生说,你可能是为了生存,而我是为了自己活着,更像一个人,我不想行尸走肉一般生活一辈子。 我说,但是逃避的最后结果,是失去了一切。王连生说,是的,我失去了一切,妻子,孩子,自由。 我太天真了。 说完,竟捂着脸,低声地哭了起来。 我连忙站起来,走到王连生的身边,拍了拍他的肩膀,说,大哥,不要伤心,也许我们还有机会。 王连生摇了摇头,说,没有了,没有了,不可能有。 我很清楚,我很清楚,我很想告诉他,也许神山会给你一个机会。 我一想到这里,不禁自己,也觉得好笑起来,我才刚刚加入神山没有几天,就开始拉人入会了,我也真够负责的。 不过,如果给我这个权利,我也许真的会说服这个王连生,加入神山,因为王连生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。 也许,这就是神山的厉害之处,给一个即将淹死的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那这个人再也不会松手。 这也是林朝风不需要我进行任何宣誓的理由吧。 我说,也许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,在等着我们,开心点吧。 王连生再没有说话,他躺在床上,心思重重一般。 而我则在入夜之后,收到了第一条神山,给我发来的信息。 当时我的左手手心,明显地赶到了一阵苏玛,我正觉得奇怪。 手心中就有一股电流,一下子顺着我的胳膊,传到我的脑中,我可以清楚地听到。 这条消息是说,赵亚军,这是第一次给你传达信息,请你听好,务必按照要求来做。 以后将不再重复这个要求,明天早晨,有人会来找你谈话。 你一定要表现出,你已经无路可走。 只要不坐牢,可以做任何事情。 对方可能会问到你的身体状态。 你要说,你从小就身体很好,动作敏捷,身体恢复得快。 对方会询问你,是否愿意成为一个不存在的人。 你简单询问之后,答应他们,并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事,直到新的信息传达给你。 完毕。 信息就中断了,一切都恢复到了原状。 这条信息就轻松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,好像已经听过了无数遍,瞬间就滚瓜烂熟了。 不过,这个信息尽管是听到的,但是没有任何的情感和语调,也无法判断是男是女。 我兴奋地坐了起来,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很充实,感觉到身边围绕着我的无数个伙伴,给了我指引,给了我任务。 这比我茫然不知所措,要强的太多了。 我一下子就忘掉了,我还被关押着的事实,居然心中一阵喜悦,开心了起来。 这一夜,也睡得格外的踏实,直到早晨,房门被打开,一个人把我咬醒,着急地命令着,赵亚军,赶快起来,穿好衣服,跟我走。